天赐的声音3 第三期节目可谓众望所归 一经上线就吸引了全网观众 收视率更是持续飙升 究其原因并不是该节目有多么出众 而是嘉宾阵容相当豪华 全都是华语乐坛当中毋庸置疑的实力唱讲 尤其是美男子周生 他的加持就是该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仅凭两期表演舞台 就把该节目的质量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强悍了 所以第三期节目能火爆全网情有可原 因为超过80%的观众都特别期待周深的这次表现 相信他一定能带给我们满满的惊喜 这次周深穿了一件白色西服搭配黑色衬衣 不愧是娱乐圈中的美男子 穿什么都显得帅气十足 既低调又不是霸气 最新一期节目一个废镜头都没有 主持人交代得非常清楚 这次五组音乐人要争夺第一阶段荣耀金曲 主题是荣耀金曲争夺赛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天赐搭档环节 第三期节目游戏规则有所变化 节目组让五组歌手可以自由搭档 想跟谁合作都可以 主持人话音刚落 周深就看向了旁边的胡海全 两人默契十足 四目相对视 画风不是一般的搞笑 在周深面前 胡海全显得特别的沧桑 主要还是因为周深是娃娃脸 所以才会有如此浓烈的反差感 所有人都要依次抽取自己的千号 胡彦斌一号 胡海全三号 周延十号 吉克俊一四号 而周深抽到的数字最为吉利 第九个出场 张绍涵是七号 千号越靠前越占优势 因为可以拥有选择权 自己决定出场顺序 而排在末尾的歌手 只能跟着游戏规则走 胡彦斌的打法非常保守 不前不后 选择第三个出场 先让别人把现场带动起来 这样一来 自己就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康姆士选的是第五组出场 理由可谓是搞笑至极 因为放在最后面 会很舒服 可以休息得久一点 胡海全本来是想第四组出场 可花音一落 立马就遭到了杰克俊一的阻拦 选择的同时 如果有心仪的合伙人 可以直接配对 本以为他跟胡海全合作 结果虚晃一枪 套路了胡海全 因为杰克俊一想要合作的搭档 是康姆士约队 不经意间就把节目效果给拉满了 搞得胡海全比谁都尴尬 脸上写满了问号 只见杰克俊一金句评出 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就像当初胡海全十分绝情 没有选择他的一样 让他充分感受到了纠结的情绪 就像胡海全说的一样 他跟杰克俊一的友谊 堪比塑料姐妹花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阿云嘎嘴想合作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 站到了一个人都没有的二号 看来也是一个隐藏的喜剧人 既不得罪人 还得把选择权交给了别人 梁龙还是一如既往 不按套路出牌 大哥范儿爆棚 选择率先登场 勇气可嘉 搞笑的还是get了一下周深 直呼周深会恨我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节目组 还给周深一个特写镜头 再看街梗小王子 周深满脸笑容 跟屏幕前的观众一样 永远都摸不清梁龙的套路 但剧情反转不断 可能是受了闪光的乐队中 苏建兴的影响 也学会了制造节目效果 真正想合作的对象是胡海权 值得一提的是 当别人还在犹豫 到底跟谁进行合作时 周深早就想好了合作对象 把目光直接对准了周延 还特别纳闷 他为什么会是10号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跟张绍涵的同框画面 甜度爆表 用男才女貌形容他俩 再合适不过 不愧是姐弟CP 屏幕仿佛都能溢出 彩虹色的泡泡 周深和盖合作的玫瑰少年 放大了这种催泪的效果 刚好也是大家所预料的那样 周深主要负责旋律 盖主要负责rap 两人合唱的默契度100分 感染力十足 将经典歌曲演绎出 新的风格和韵味 让人感情蔓溢出来 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上次李克勤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他坦言 天赐的声音复播后 继续开启暴奏模式 节目中好听的歌 一首接着一首 上期节目不卖话题 卖情感 实大实地演了一出 舞台版忍世间 当然周深和盖的合作 是我一直期待的 这首玫瑰少年满分 我打99分 100分怕他们骄傲 随后李克勤调侃 昨天我还在私信喊话周深 问其天赐三有没有黄金搭档 对此大家也是八卦 而李克勤解释 周深说好的搭档 能起到加分效果 不过那些打动人的音乐里 是最真实的情感 但是说起黄金搭档 这个要交给观众来评判 还问我觉得黄金搭档是谁 不可否认 天赐的声音 一来让优秀歌手们发光发热 同时也让观众继续感受到 音乐的魅力 如今随着比赛的推进 这档节目也是越来越好看了 小伙伴们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